就是如何防止查询以存在的名称而产生错误 OK 那这里的话特别注意 我们需要去了解几件事情 第一个 你有没有办法就是按下之后 然后呢 它可以先检查一下 这个名称 你输入的这个名称 有没有在这里面出现过 所以呢 第一个你需要学会回圈 这个回圈呢 就是请你把那个什么呢 从第一个到最后一个的那个工作表名称 通通抓出来 工作表名称抓出来哦 全部哦 所以你看脑袋里面就要浮现一个回圈 for i等于第一个 一到最后一个 最后一个怎么表示呢 就是shits 最后一个.com 刚才有讲过嘛 e到shits.com 然后底下ness 那做什么事呢 做逻辑判断 如果 这个的名称 抓出来 对不对 假设我先放在一个x里面好了 然后跟什么比对呢 跟那个 跟x比 那个x好了 info box里面x 跟这个的名称 这个名称怎么表示呢 其实这个名称就是也是一样嘛 shits 那怎么知道第一个的名称呢 那后面有个i嘛 对不对 i的什么呢 点name 其实呢 我们可以透过这个方法呢 就可以抓出它的名称 然后呢 再跟什么 有没有跟x比对 外面再包一个if的逻辑 如果这个为true的时候呢 那我要做什么 可能哦 我刚刚讲过了 可能比较贴心的做法是 把旧的删掉 旧的删掉 那就不会重复了嘛 所以你第二个 你需要学会 如何删掉 这一个工作表 诶 如何删掉 刚刚有新增嘛 那其实删除也非常简单 就是 shits 瓜无哀 就是这一个哦 点什么呢 一个方法 名称非常好记 就是叫delete ok 不过呢 会有个问题 delete很麻烦 delete下去 你应该有删除过的经验 按右键 删除 它会跳出这个什么 这个叫做align 就是一个 一个讯息的视窗 这个叫align 那 这个align 当然你跳一次还好啦 像我们这边等一下会跳一次 那如果说像 后面我们可能会 遇到就是 我要删除的是 一堆的工作表 那他一直跳align 你不是烦死了 一直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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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 所以你可能还需要学会什么 如何让这个align 不要出现 可不可以关掉 可以 怎么关掉 由谁去关掉呢 由 那个 exale 去关掉 所以exale 这个物件 就是application 我一直强的application 里面有一个属性 叫做 点 displace align 这个就align 等于false就可以了 把它关掉 那记得最后再把它打开 因为你如果没有打开 以后 使用者会觉得怪怪 为什么他一直不会跳align 就帮我删了 那因为你的align关掉了 OK 好 那这个地方的话呢 我们来看一下 所以有概念之后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程式就在这里 所以你等一下可以把 这个范围 防贷1 ctrl c 我把它放在 我先把它贴到哪里呢 贴到我们还是不要简化钱 因为这样会比较一致性 OK 把它放在这边 好 防贷1 我刚刚讲的逻辑 全部写完了 有没有 for i等于 第二个到最后 刚刚是讲第一个 因为为什么 第一个不能删 第一个是总表 所以跳过第一个 if x 这x 等于 去此i哦 第i个的那个什么呢 这个名称 如果是相同 表示说一模一样 对不对 then做什么呢 做这个 刚刚我是说 帮他删 不过我这边比较不贴心 他跳出一个讯息说 工作表已经存在了 请先删除 这个是这样 请你自己手动删吧 OK 这个是 我们先第一阶段 等一下再讲第二阶段 那特别是后面还多一个 is it sub 特别注意哦 因为如果说你magic box 的话 他程式还会继续跑 还会一直往下跑 还会继续动 所以怎么办呢 特别特别注意哦 后面不能再继续了 请打住 打住 特别注意这个 意思是说 请你帮我 跳到结束的地方 程式到此 结束 后面 不要再跑下去了 我应该看懂这个意思 我应该看懂这个意思是